Hello everybody 接下来你们的马老师 要开始认真真的画线稿了 为什么要画线稿呢 因为我们优秀好看的线稿 也可以去当一张作品 所以我接下来给大家去画一个 稍微认真一些的线稿 我们降低它的不透明度 对吧 如果大家觉得画线稿难的同学 请在公屏上 是吧 如果难的话 我下一期给大家专门去录制 一节一套画线稿的视频 好吗 Shift Control加N 新建图层 然后选择的笔刷呢 大家想要自己的线稿 它是有灵魂的 你所需要的笔刷 就是会糙一些 什么叫糙一些 会有一些粗细变化上的 或者是深浅变化上的 或者是会有一些噪点 这种笔刷会比较好 比如说呢 我用一个这个叫做深浅变化的笔刷 深浅变化的笔刷 这个笔刷 就是我勾线的笔刷 你会发现它 你使劲的时候它就很粗 你轻轻的时候它就很轻 所以调一下 降低它的不透明度 OK 然后去画里面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 我们的从六号开始 从六号开始 一笔画下去 对吧 记得啊 如果说这个位置 不是你想要的 什么叫做不是你想要的 一定不要受你的草稿的影响 有些地方我们画的 并不是很对 对吧 然后所以你就要做一些 适当的调整 然后呢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画出来 这个位置 该擦的地方去擦一下 高度是不是在这 然后呢 没画好的地方擦一下 画一个 这样的线条 对吧 而且呢 你画线稿的时候 有些同学可能会听说过 哎呀 你的线条一定要流畅 不要有毛毛刺刺的地方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你的线条在流畅 那个线条都没有在结构上 的话 那还不是不画 那么画那么流畅干嘛 你如果你想要那么流畅 你不如去用 我们的钢笔工具去勾 对不对 所以大家知道这一点以后呢 所以呢 你们在画的时候 要注意啊 有些地方没有画 对 我们就需要去修改 对不对 然后线条可以重复 看 这样子有个这样的线条 你会增加一些绘画性 对吧 因为我们不是机械的在勾线稿 明白吗 以后有人说你的线稿 为什么这么毛操 告诉他 只要我的结构对了 对吧 我不画线稿 我画后图 哼 气不气气不气 对不对 OK 这笔画完了 继续卡 这个有一个线条感的东西 画上去 涂上两笔 带一下 这边 擦一下 这块 OK 你画上一些 就像是勾了两边线一样 也是非常有趣味性的 而且它会有些深浅变化 这块你可以再勾一些 对吧 这会有个小小的发际线 这种地方 你稍微的给它戴上两笔 画一下 对吧 然后呢 中间这个地方 位置找一找 然后这样画 这样画 画一边这种 分开的这种线条 证明这儿有一些东西 对吧 放轻松 不要那么的僵硬 什么叫做僵硬 我确实把这边线 排得有多么的好看 对吧 线条它也是会有一点点 灵魂之感 对吧 天天在我这里灵魂 对啊 画画就是这样 一定要用心去感受 用心去感受它的形 用心去感受它的线 知道吗 这个位置是弧线 对吧 受光的地方 我们就细一些 轻一些 细一些 轻一些 把你的手劲放轻 对不对 手劲 然后呢 受暗面的地方 卡结构的地方 你就让它粗一些 硬朗一些 对不对 画一下 然后呢 这块结构 是不是 结构 多勾几遍 小脸颊 小脸颊 是不是 小脸颊 像回收的地方 哎 该擦的地方擦一下 这边 这边 对不对 然后呢 小嘴巴 我们感觉 我们是不是有点点宽 有点点宽 怎么办 这两个图层选中 Ctrl加T 你画着画 画着的话 你会有一个感觉 你的感觉 如果你感觉它有点宽 那它就是有点宽 不要质疑自己的 第六感 对吧 然后如果你感觉 有个人喜欢你的话 可能就是你单相思 哈哈哈哈 好了 我继续啊 然后继续 来 因为为什么呢 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就是 最大的错觉 就是觉得别人喜欢你 明白吗 然后呢 继续继续啊 继续 哎 再画上一下 这块的分开的这个地方 画清晰 画清晰 对啊 多画几根 无所谓 只要给它把结构 做出来 就OK 没问题了 关于线稿 这个粗细呢 我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些 一些卡结构的地方 你的线稿 可以适当的粗一些 明白吗 找到位置 对啊 冰角 冰角画的时候 有点斜着的线 有一点点竖质的线 对吧 竖质线代表底下的长长毛毛 哎 位置找到 对啊 哎 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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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呢 线条 然后呢 卡出来 这块会有一个这个头发 卡出来 对啊 多画两遍 多画两遍 然后呢 放松 放松 多带一点线条 没问题 然后呢 下面有一个这样分下来的头发 看一下 这根线啊 这根线啥 是这儿这个头发 是不是 是这儿这个头发 卡一下位置 然后顺着下来有一个竖质的 这样的一个头发 对不对 给它画出来 把它的位置找到 是吧 耳朵 里这儿还有一定的距离 找到耳朵的位置 画出来 卡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 冰角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点点 冰角是个 基本上垂直 是不是 冰角基本上垂直 垂一下 把你的线条画 画得不好看的地方 擦掉 冰角 冰角啊 我老冰角冰角的 不好意思 在广东呆习惯了 说话的语言 腔调都有一点点 这样一个样子 然后呢 这个位置 而且呢 我之前看抖音说 他们 呃 广东人喜欢说 那个叫啥 盗装剧 然后呢 我有时候也会盗装剧的 去说一下话 但是 盗装剧的去说一下话 对不对 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就转不回来了 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稍微卡一下 稍微卡一下 然后呢 这边 多画一根 为啥 这就很明显嘛 你把这个线条画成这样的 能怎样呢 对不对 然后外面呢 清一些 因为它受光了 清新虚一些 柔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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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哎 位置找到 位置找到 还有这边 清一些 把你的手劲压下去 然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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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 这边 就是轻轻的 轻轻的 找到它合适的地方 然后呢 里面也是 转过来 翻下去 转 转 转起来 这边 小弯弯 画一下 然后呢 小弯弯 你看我的线条 是不是有些地方 我就开始变了 变一下 只要把它的结构 画对 你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 你这个线杆 然后呢 去画眉毛的位置 是不是大概在这个位置上 来 该擦的地方 擦一擦 眉毛的造型 大概是这样吧 哎 这不是 画翻了 画翻了 不好意思 这样吧 一会儿画着 忘乎所以了 再去找另外一根眉毛 这里 这里 是不是这边 然后呢 去画眼睛 轻轻的 一根线 再来一根线 眼角 上翘 翻一翻 大家有 最近也有刷抖音 什么的 是吧 女生们现在流行画啥 画下眼线 不是 画下睫毛 对吧 你看看她那浓浓密密的下睫毛 怎么回事呢 她画的 为什么我流行画下睫毛呢 因为下睫毛确实蛮难生长的 我觉得我下睫毛真的是很稀缺 对吧 所以适合 应该去画一画 然后这个位置 是吧 眼角的这个位置 同样的 画两根线 画两根线 有一点点像面 有一点点像调子 你看放大以后 你看 对吧 该卡的地方 这卡一下 卡个小眼角 笔刷稍微细一些 卡个小眼角 然后呢 眼珠 一根线 这块靠近我们这个上面的地方 我们稍微画的粗一些 然后再回到这边 来卡一下 是吧 然后呢 里面 里面 对不对 里面画出来 画出来以后 轻轻地排个调子 轻轻地排个调子 排个调子 排个调子 然后呢 上面的这一层啊 上面的这一层 来排上 你可以再画上一遍 对吧 区分一下 然后呢 这块有些地方 你可以稍微的擦一下 擦一下以后 高光的地方直接擦出来 橡皮工具 擦出来 擦出来 擦出来完了以后呢 去把你的上眼简的一些造型 给它去挑一挑 对不对 挑一挑 这就叫画线杆 有些同学啊 觉得你们那个线杆 拿一个什么笔刷 尖头19号 或者是这个笔刷 错了 这个平图笔刷 平图 我的平图笔刷被我扔哪去了 哦 这个笔刷 这个笔刷勾出来的线稿 非常的不好看 为啥 没有一点绘画感 对吧 一定 我们虽然用软件画画 绘画感要强 大家都很喜欢那种 笔触感很多的那种画 包括你们的线稿 是吧 那人家怎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你造了吗 造了吗 造了 请把造了打在公屏上 造了 造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把你的眼角位置 是不是我感觉有点高 把这擦一擦 擦一擦 重新的画一下 在这儿 这个位置上 而且你会发现 我每次画线稿 用的颜色从来不有黑色 为啥 我觉得黑色 你一点灵魂都没有 像黑色白色 这种叫无色 无色系 对不对 它一点点磨的感情 我们要当个有的感情的人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会喜欢 用一些有颜色的线条 去画线稿 但是如果你有甲方爸爸的话 甲方爸爸要求你怎么弄 去怎么弄 对吧 我们画东西 肯定是要符合市场 对不对 不管你画插画也好 画圆画也好 画二次元也好 或者画那个什么 也好 对啊 都要符合市场 如果你自己练习 或者是你在 学习的过程中 你可以加入自己的想法 因为你只有在学习的过程中 才会有想法 等你以后工作了 或者是 当那个什么 当职业画师了 你真的 是依赖于你的甲方爸爸的 甲方爸爸给你想法 就是什么样子 他是什么样子 他想要什么样子 你要出跟他 他想的那个样子的东西 对吧 只有你在练习自己画的时候 当或者当自由插画师的时候 你才可以去 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出来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给大家 说的就是什么 现在既然我们还没有甲方爸爸 那我们就随心所欲一些 对不对 我们我想把我们的线条画好看 我想把我的画画得有趣 有灵魂 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事情 来 上这块画一下 眼珠 眼珠这边 眼珠这边 然后呢 这块 轻轻的画 因为这块很弱 对不对 很弱 但是会有一些轻轻的画 轻轻的 又轻又细 看到吗 把你的手劲 不要整太深 手劲深了 线条是这样的 手劲轻了 是这样的 它很细 我的笔刷从来都没有 快速的 就是老是给它调大小 对啊 我并没有 来 然后呢 小鸡毛 轻轻的勾一些 勾一些 勾一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半边呢 是不是 对吧 我们今天都不上色 为啥 线稿都可以当一个 很完整的作品 是不是 为啥要开始讲线稿了呢 就是大家先画好线杆 上色的话其实好简单的 嘿嘿嘿 来 这种位置稍微的卡一下 轻轻的 然后呢 这个下睫毛这儿 是不是有点轻 有点看不见 怎么办 再怼上两笔 怼上两笔 稍微放大一点点 再细细的 给它画上一些 哎 哎 对吧 这块还有一些 画上一些 是不是 OK 这半边的眼睛好了 是不是 然后呢 再画啥嘞 这块的 刷眼皮的位置 有点不对 擦掉 重新画 擦干净 擦干净 重新画 重新画 在这个笔刷 稍微放大一些些 找到位置 好像在这里下来 稍微有点高了 跟它 尽可能的相似吗 毕竟我们 灵膜嘛 是不是 然后呢 OK 这边好了 然后呢 这块会有一个 微弱的线条 你把这个微弱线条 找到 是不是 你感觉 这儿有个小面面 找到这个小面面 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眉毛 眉毛和这个眉公骨 就是眉毛和这个 眉公骨 不对 鼻公 和这个山根 是连在一起 口误了一下 连在一起 大概是一个 微弱的线条 基本上看不清楚 不要画得特别的实 然后小鼻子 鼻子的大小 和鼻子的距离 我们要调整一下 小圆头 圆头小鼻鼻 然后呢 这块点一下 有点长 稍微往回掺一下 然后另外一边 是不是 这边的眼睛 是不是感觉 这半边的脸 有一点点的大了 有一点点大了 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既然画好了线杆 有一个办法 就是液化 对 要不然就是重新画一遍 我们把鼻子稍微往这边挪一点 稍微有一点点的 稍微往这挪一点 好像会好一些 然后你把底下这个土层 也稍微挪一点 稍微的挪一点点 挪一点点 差不多在这 然后再去画眼睛 再去画眼睛 注意内眼角 对内眼角 外眼角 对外眼角 对吧 大概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然后呢 左右翻转一下 因为我平常画画 习惯这个角度 每个人画画有习惯的角度 我老是这个角度 诶诶诶诶 翻错了 嗯 我按了什么 然后再来个垂直吧 我也不知道我按了个什么 OK 这个是我的截图软件 截图工具 然后去把你的眼睛画出来 这边大小 先把里面最基础的这个东西画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双眼皮子 对 双眼剪子 双眼剪子 你的睫毛子 对不对 造型 稍微的调整一下 是吧 然后呢 这边呢 眼球子 对对 这边 一定啊 左右翻转 不停的左右翻转 包括我们画线稿的时候 因为我们老有 就画着画着就会有感觉 什么感觉 哪哪不对 哪哪不对 有这个感觉 就给它找一找 到底哪哪不对 就给它改一改 稍微的改一改 来勾一勾 该伸的地方 去画一下 然后铺个调子 铺个调子 然后呢 这块里面 有一些更深的调子 对 然后它的小眼珠子 在这个位置上 对不对 该擦的地方 稍微的给它拿 橡皮工具擦出来 擦它的高光 擦一下 这还有一些 对不对 然后呢 把你的这个 脸颊子 是不是有一点点的 突出 稍微的用套索工具 套出来 把它位置 稍微的挪一下下 按V键 稍微的挪一下下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然后有一些 我们没画好的地方 擦掉 重新去画 毕竟柠檬嘛 柠檬的时候 是不是就 就得不停的去调形 对不对 这个线杆呢 你可以擦呀 毕竟 不用担心这个线杆 已经不够流畅了 明白吗 做练习呀 我喜欢的线条 是什么样子 是有那种绘画感 然后呢 比较毛糙的线条 我觉得这样的线条 会比较好看啊 那然后呢 找到这个位置 该擦的地方 哎 调一下 小下巴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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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画重一些 为啥 区分脖子和脸上的结构 画重一些 哎 哎 其实我刚才有一笔画挺好的 然后呢 小耳朵 画重一些 画重一些 多画几遍都可以 这边也是 对吧 画重一些 然后呢 再把你的 下面的这个眼睛 这块 戴一戴 然后呢 上面这些 也可以再画得重一些 多画几遍 多画几遍 对吧 然后下一眼睛 这块会有一个 小小的 小小的啥 小小的啥 问大家一下 小小的 眼袋 不 它叫我蝉 这样 这块小鼻子这儿画一下 然后呢 小眼睛这儿画一下 轻轻轻的画 对吧 轻轻的画 一点点 然后呢 这边的小睫毛 戴上两笔 它没有画 我们要给它画上 戴上两笔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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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上两笔 对吧 然后呢 到嘴巴 我们的嘴巴是不是就画得有点点大了 回到我们底下的这个小槽杆 按L键 套索工具套一下 缩小一些 把缩小一些 位置挪动一下 回车键 感受一下 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脸颊 画得稍微圆润一些 因为你画这种风格 你可以把它的脸画得圆润一些 画的就是这块 有点肉肉的感觉 为啥 小女孩嘛 这块的脸颊会是比较膨胀的 你们马老师的脸 这块肉就比较多 比如说我就可以捏出来 一个乒乓球 那么大小的一块肉肉 就那个直径的肉肉 哎 没办法 婴儿肥 从小到大都这样 我就是婴儿肥 对不对 所以又等我老了以后 我虽然已经老了 对不对 但是看着年轻 就是因为脸上的肉 就是因为脸上的肉多 然后呢 脂肪不会流失 为什么 你知道我不管怎么胖啊 然后呢 我的那个什么 脂肪 我觉得直长脸上 不会长到别的地方 太难了太难了 对吧 找到鼻子 鼻子 嘴巴 稍微一点点的 一丢丢的斜线 是不是 所以等位置在这里 对吧 这边 然后另外 这是嘴角啊 然后呢 这块看到很少 为啥 因为它是侧面的 看到没 这是嘴角 看到这边是很小的 很小的 然后呢 有一个小小的唇珠 唇珠 然后到这儿 就直接下来了 到这儿就下来了 看到了吗 有多长 到这儿结束了 到这儿结束了 OK 对不对 好像这个嘴巴是这样的 然后呢 再把你的这个 下面这块画出来 对不对 到这儿 然后呢 是不是 然后呢 嘴唇 对吧 嘴唇 画一下啊 轻轻地画一下 我每次画一下 这里 然后再给这儿画一个 这个 这个代表这个位置 看到没 代表这个位置 画出来 OK 我上嘴唇 一般是不画的 就我画线杆的话 正好把你画线杆 然后呢 画线杆是不是 把你这地方强调一下 强调一下 多画几遍 多画几遍 还有这儿 强调一下 然后呢 把你这种画的 参差不起的地方 擦一擦 对吧 然后呢 这边 脸型 下巴 下巴 然后呢 脖子 哎 撤销一下 是不是 然后再把你的衣服啊 等等这些地方画一画 脖子的距离啊 什么叫距离 下巴到脖子之间的距离 对不对 还有这个脖子的这个弧度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OK 这边 然后呢 这边 这边受光 对不对 所以你轻一些 轻一些 然后 这块呢 不受光的地方 你可以稍微的重一丢丢 还有这个位置 对吧 稍微的卡一下 这边是不是 看我都搞不懂 他这衣服是怎么回事 那这块 画一下 OK OK 对吧 先教你们画线杆 虽然我不会用画的比较好的线杆去上色 为啥 画后图你用这么好的线杆上色 那你画线杆的时间是不是浪费的 为什么会被浪费呢 因为我最后不留线了呀 你那么认真画线杆是不是浪费时间 对吧 把这儿画一下 小弧度 看一下 这个小弧度 注意弧度啊 注意这个弧度的比例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 这个位置 OK 我们差不多了呢 OK OK 是不是 然后呢 你头发 没画 头发 哎 画头发了 对吧 先画整 这块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些线条 千万注意啊 我平常画头发的时候 我不喜欢照耳他们画 因为这个人在画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特随意 对吧 你特随意 你非得模仿人家的随意 其实就会很尴尬 对啊 比如说有些穿搭博主啊 人家就觉得那样穿搭特别的好看 而且适合他整个人的气息 你就要 明明你不适合这一趟 你要刻意去模仿 对吧 那就不对 对吧 所以呢 你画的时候自然清晰 把这个形 大概画一下就行了 不用跟他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感觉要差不多相似 对不对 差不多相似 然后呢 这块还有一根 这样分一下 然后这块是啥呢 这块是他后面的头发 这样后面的头发 这儿呢 还有一些出来的小头发 轻轻的画一下 然后呢 这儿啥 这块会有一点点 仔细看啊 仔细看 这是他啥 这是他后面的衣服 明白吗 衣服 衣服 这领子肯定会回回去嘛 他绝对不会 领子就领到一半 对不对 把脖子这块稍微的画一下 那脖子 然后领子 对吧 或者头发 然后呢 小头发 对吧 然后呢 这种小小的分叉 很多东西啊 很多头发 他们都是后期 像这种啊 都是后期一笔 加上去的 你以为他是人家 勾好线稿画的吗 no 并不是 尤其画后图 对吧 然后基本上这线条 画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稍微去 关掉 然后该修的地方去修 对吧 画线杆啊 不要以为自己画一遍 就结束了 no 你错了 这一遍线杆完了以后 我们要去修线杆 修线杆 有些恶心人的地方 你要给他 弄得不那么恶心 这样 调一调 画有灵 这边都没画 画有灵魂的线杆 小翻翻 对不对 小翻翻 然后呢 把你的外轮廓 稍微的加粗一些 对吧 外轮廓一定要粗一些 受光的地方弱一些 但是它的粗细 不要有非常大的变化 明白吗 Everybody 造了不 造的话 请把你的造了 打在公屏上 好 这边是吧 有这个头发是怎么来的 是这一根 看到了吗 我们画二次元的时候 勾线杆就是这样 画后图 你这样勾线杆完全没衣 又这么说 是不是 然后呢 把你的有些线条擦一擦 你不好看 我就要把你擦掉 这块还有一些分下来的 擦出来 分一下 对吧 你二次元勾线杆 天天这样勾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也这样勾 勾线杆 谁不会吗 是不是 擦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 然后这还有一根 是这样子的 看到没 这样子 这样子代表啥 就是这根头发 本来他俩在一个平面 然后这根头发 突然蹦到他的前面来了 明白吗 你get一下 是吧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一根头发 他突然就不乖 他就蹭 飞到前面来了 是不是 这根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然后后面头发 还是后面头发 对吧 后面头发 还是后面头发 擦一下 这块 对吧 稍微的擦一擦 线杆呢 我会留给大家 大家如果想要去 照着我这个画线杆也好 或者是 想拿这个上色 对吧 我都会留给大家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去取 对吧 或者是找我单独去 要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你看了我的相关课程 不仅仅是这个课程 对吧 这个教程 还有更多的教程 看了以后 想对 想去了解一下 我们的正式课的话 你也可以加到我的联系方式 马老师 在线给你们去说 说什么呢 对吧 你想这种风格啊 比如这种线杆 你说他画个二旋 他也蛮香的啊 那里面排一些调子 排一些调子 然后这个调子 一定要顺着头发 这种走向去走 对吧 比如说我们二次元的班里面 画这种东西 真的是天天画 排一些调子 包括头发这块 排一些调子 对吧 区分的地方 区分的地方 有些你能看到明显线条的地方 你就给它画出来 明显线条的地方 然后呢 比如说后面的这种 小分叉 对吧 小分叉 画一下 你看我画的时候 就结束了 就这样一下 结束了 我就不会去考虑里面的一些细节 什么叫细节了 那根线到底 弯得好不好看 对吧 比如说上面的这些头发 你轻轻地给它 哎 哎 串销一下 轻轻地给它 哎 不听话吗你 哎 哎 轻轻地给它这么戴一下就行了 好 轻轻地 轻轻地 稍微戴两笔 是吧 戴一根 小垫毛 有些线条呢 你不需要给它画的特别的明显 带一些线条感也是非常好的 对 现在画线杆就是这样 千万不要刻意地去模仿人家的东西 我天天这么说 我天天这么说 但是有些头颜就是不听 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来我们的正式课历练一下 不听怎么办 重画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 左右翻转啊 左右翻转 为啥要左右翻转 那边画得我正的慌 水平 翻转 翻转一下 然后继续啊 这边你都画这么细 这边你不画细一些吗 肯定不会的啦 对不对 有些地方呢 线条给它再画一画 对吧 毕竟要给它破一破这个形嘛 那画线杆呢 也有讲究啊 千万 这个形呢 也是很重要的 破一破 是吧 有些线条 它是不是往前飞了 往前飞了 是吧 往前飞了 哎 往前飞了 稍微的擦一擦 往前飞的一根头发 是吧 你就往回走 是吧 它往这边飘 你就稍微给它往这边飘一些 稍微往这边飘一些 然后有些地方 断开就断开 因为我们头发丝 有些地方会燃在一起 有些地方会分开 一定要去仔细思考 这个东西啊 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啊 这种地方 画一下咯 这边咯 对不对 画一下咯 该卡的地方卡一下咯 然后呢 这种线条 我们毛毛操操蹭线蹭的太多了 是不是 然后给里面做一点点分组 要做一点点分组 你要去感受 这个线条的叠加的感觉 什么叫叠加感觉啊 你看有些线条 它我画的 比如说这根 比如说我给这破一根出来 你就能感觉出来 这根线条是在底下那一桌子头发的上面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对吧 比如说这块画一根这样的线条 然后把这块的颜色 把底下这个东西稍微的擦一下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对吧 如果你能get到 悟到这种感觉了 嗯 说明你离 好好画线灵杆 对吧 离画线杆出湿不远了 对吧 稍微的带一下 然后呢 这种细小的 细微小线条 擦干净 对吧 要么看不清 擦干净 橡皮工具又有什么橡皮 说一遍啊 我用的方头塑造笔的橡皮 因为它擦的时候 有些地方会擦的两边比较尖 对吧 这种小线条 你大一点咯 对啊 大一点咯 让它更加的明显咯 是吧 勾一下 然后呢 这块的一些线 你给它这样排一排 这样去排一排 对吧 包括这里 太少 太少就轻轻地给它画 画几笔就行了 对不对 画几笔 然后呢 包括你的双眼皮 是吧 边画 有些没有画上的地方 你就给它补充上去 补充上去 对啊 轻轻地 来那么一下 来那么一下 包括这边 擦一擦 这边 这边 擦一擦 是不是 线条的感觉 擦一擦 然后包括你头发 后面的一些内容 你都可以给它 慢慢地一点一点 修改出来 慢慢地 慢慢地 今天的视频有点长啊 因为画信稿 确实蛮费事的 像我一般 我都不画信稿的 然后呢 脖子 也是啊 脖子这块 这块呢 可能会是头发 对吧 你的后脑毛 肯定是连接头发的 你别跟我说不连接 那你后面摸一下 是不是会有啊 狼尾头发的那些狼尾啊 就是从这里 留长发 对不对 然后这块 加深 画一个小三角 画一个小三角 然后呢 这个地方 该加深的地方 一定要加深 然后呢 这边细一些 细一些 不用太粗 对啊 然后呢 该粗的地方 再给它勾上一边 区分结构的地方 再给它勾上一边 然后呢 该擦的地方擦一下 重新画一遍 随意的线条 然后呢 这会会深一些呢 为啥 脖子在这里 对啊 稍微的深一些 画线稿多开心啊 是不是 然后呢 造型 画上两根线 也是蛮不错的呢 对吧 然后擦一擦 擦一擦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 再给它排一些调子 对不对 排一些调子 然后呢 比如说头发这儿 排一些 画一些线条 画一些 轻轻的 轻轻的画一些 对吧 这边也是一样的 水平反转 水平反转 其实你完全不用看它 看你的就行了 那有些地方 你可以排一些 把线条的感觉 擦一下 排一些 排一些调子 而且这个调子排的 要顺着你头发的结构走啊 走开 走开 已经不用你了 顺着调子的结构走 这叫画线杆 对吧 你们没事了 我跟你说 我什么图 我都可以画出线杆来 对啊 所以要练呢 今天呢 又教了大家打形 对啊 对于新手来说的打形 又教了大家新手来说的线杆 对吧 还不下去练 对不对 快去练 快去练 马老师在线教学 在线叫啥 教你们画线杆 我平常很少画线杆 因为我都是后图的 但后图的话 看我画线杆也行 是不是 我画那个什么也行 多好 多开心 然后呢 这个地方擦一擦 诶 图一下 然后这边 包括这边 你可以画点这种东西 像这种狗狗屎般的线条 擦掉 从发 线条有粗有细 有粗有细 好 是不是 感受一下 嗯 俊俏 对不对 然后呢 眼睛 这块 做明显 再涂一涂 该涂的地方 做明显一些 这边也是同样的 涂一涂 涂一涂 对吧 该深的地方 做深 做深 对吧 眼睛这儿一定要明显一些 对吧 上半边的这种 暗调 再给大家铺一遍 对吧 大家只要把线杆画好 嗯 不是说 不是说 有些时候不用画线杆 有时候你线杆 是要给你的甲方爸爸看到 明白吗 这儿该涂的地方 再涂上一下 对吧 轻轻爽爽的 然后有些多余的线条 你就给它稍微的擦一擦 对吧 想要排线的地方 你再给它排些线条 对吧 比如小鼻子这儿 你可以给它排点线条 对吧 排点线条 嗯 有趣 对吧 这个线条排的位置有点不对 应该稍微的再高一点 轻轻的一点点的线条 对啊 然后脸颊上也可以来一些 来一些些的线条 来一点点 一定要把这个位置找对啊 这一般来说就是在全宫 全宫 全骨的最高处 因为女生会给这儿画腮红 对吧 你就给它画一点 然后包括你头发 不是 眉毛的这种排线啊 你都可以轻轻的给它刷上去 对啊 刷上去 这边也是一样的 稍微的给它刷上去 然后呢 线条 调一调 线杆我会给到大家哦 OK 这边 是不是 左右翻转 看这个人像不像个人 OK 不错 然后呢 再把你的有些 重要的线条 再给它加深 区分结构的地方的线条 再给它加深 对吧 你学会了吗 对 然后大家还有什么 想学的东西啊 可以把你的 想学的内容啊 放在我们的公屏下方 对吧 然后呢 我就会给你们去更新 Everybody 对吧 然后你可以画一个小小的投影啊 投影的 然后把你这种地方 稍微再勾一下 有点虚 有点虚 然后你还可以给它 去画一些投影的 这个东西啊 稍微的实一些 这块头发 分开 那有些地方呢 穿插 再给它做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 把你的小投影 整一整 小投影 看一下这个投影啊 很小 大概在这样 它怎么是一个这样投影 这个投影不应该是这样 哦对 它这个底下 有一点点光 看到了吗 有点点底光 所以它做的这个很小啊 我们就稍微给它画小一点 跟它一样 对吧 画出来 然后呢 斜着拍 轻轻的斜着拍 拍一下 代表我们的小投影的地方 那稍微给它擦的地方擦一下 一定要 不要出现 这种线 这种线 十字线 十字线拍的 很丑啊 菱形的线 才是最好看的 对吧 然后还有哪呢 是不是我们的头发 头发这块还有一点点线条 我们把外边缘给它画一画 那外边缘 然后呢 它哪还有一点呢 是不是这块还有一点点反光啊 那还有一点点投影的感觉啊 这块会有一点点投影 对不对 投影 画出来 然后呢 斜着给它排一下 斜着排一下 排完了以后 它是不是有一点点小反光 啊 那这个反光怎么处理呢 Airbody 这个反光怎么处理呢 橡皮擦一下咯 橡皮擦一下 把这擦出来就可以了 对啊 擦出来 擦出来就行了 对不对 就是会发现啊 这样子去画一些东西 还蛮有趣的嘞 对不对 擦出来 哎 怎么画不上了啊 西色 小投影 你会发现蛮有趣的呢 对不对 大家下去尝试一下 然后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了 这种地方 你想要卡 卡出来的地方 你可以再画上一些 对啊 把你的这个线条感 做得更加的强一些 对啊 这个地方按色 排一些调子 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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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 擦一下 变成涂抹工具 稍微擦一下 排一些线条 细一些 排一些 你学费了吗 OK OK 你学费了吗 然后呢 再加点细节啊 比如说这个小小的 小小的装饰品啊 换个方向啊 因为为什么要换个方向 有时候你 这个角度画东西啊 勾线不太好勾 水平分 要不然我 我容易 发现 发生那种 找不到形 找不到这个 感觉的地方 的问题 什么叫感觉 就是有时候画 画翻了 然后画翻了 把这个地方画一下 这边 这边 OK 然后这边 这边呢 我们就照着人家 画了个线稿 嗯 可以吧 如果大家想看上色的话 请把小 打在公屏上 我给你们到时候上个色 对吧 这张稿子 我就给大家留下了 大家下去尝试一下 OK OK